假如说我希望让使用者可以填一些资料在这里 那比如说我今天启动表单 各位可以看到 类似像这样 那我希望就是说呢 当我跳出这个表单之后呢 它可以帮我填一些东西 假如说第一个 信息帮我填上去 假设是AA这个 那它的成绩的话有三个 比如说第一个它80分 Enter一下65分 Enter一下98分 最后我希望这样 可以按下新增 它就自动帮我把这四个讯息 帮我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边的最下面一列 加1 就是第七列的下一列 第八列 然后把这四个资料呢 帮我丢到那个地方之后 并且帮我算出什么 平均乘七 这个1到G栏是自动产生的 那A到D栏是我们输入的 输入完之后的话呢 自动帮我产生这几个合格不合格多重 按新增之后的话 来看一下 按新增之后的话 除了把资料丢过来之外 再可能更贴心一点 因为你输入 势必你需要输入下一个人成绩 所以可能你需要把这表在里面输入的资料删掉 然后呢 游标再放回到 敬名的后面 这样就更贴心了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按一个新增 那你会发现 诶 这个地方有没有 我资料已经帮我丢过来了 然后呢 自动算出它的什么呢 平均乘七 合格不合格 还有它的等力是多少 并且帮我把旧的资料删掉 游标 这边有一个游标 游标自动放在 敬名的地方 那它可以再输入一个成绩 所以你会发现 Enter 其实我刚刚 游标画面是 Enter 一样可以 这样的话很方便 所以 自己做一个 这样的系统 如果你要输入 其实也很方便 就是 你看资料之后 就可以直接输入了 这个好处是 除了自己使用方便之外 你给其他的输入资料之后 他们也将来也不会找你麻烦 不然有的时候 你明明叫他怎么输入 他回来知道 就不是那个样子 那你光检查他们输入资料的错误 可能比你自己重新输入 可能还要花更多时间 这个是好像每个地方都一样 因为像之前遇到 像那个 电商业也是 他们各家的分店 回来 尤其是前端的贷售人员 或者是业务人员 你明明叫他输入什么 他就是给你乱输入一堆 那后来我跟他讲说 不然你就弄个这个 他说哇 这东西太棒了 从此以后呢 完全不需要的检查 资料来源的错误了 不然他们以前 去检查那个data里面 到底哪些错 就花费非常多人力 跟时间 所以这部分的话 主要的用途在这 而且感觉应该会蛮专业的 会不会很困难 其实我是觉得还好 我没有固定的SOP 反正你就固定到我讲的方法 第一步第二步就讲没有 所以我已经把那步骤 都精简在精简 只要照着我讲的那个步骤做 就可以产生你要的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基本上 你用在各行各样 像什么竞销存系统 其实你也可以用这个来做就好了 你进货出货 然后库存等等的 你也可以利用一个表单 就可以让使用者自行去填写 OK那怎么做呢 我想按部就班来看 第一个我已经先把整个这个逻辑 先跟各位做说明了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 这个是完成的档案 那我把它关起来 我们换成刚刚那个档案好了 刚刚那个档案 因为我这是其他地方上课的档案 我先把它调出来 因为已经做过了 那刚刚我们这个地方是没有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我们如果要产生刚刚那个东西 那个叫表单 那表单要怎么做 第一个切到开发人员里面 找到Visual Basic里面 那我们刚刚有用了一个模组 不过这边的话请注意 按右键请你插入 之前是模组 请你找到上面有个要自定表单 一插入自定表单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就会跳出有点像一个小画家吧 其实这有点像小画家 然后你要在上面做什么 做我们要做的那些东西 你把它怎么样 像小画家一样把它填上去就OK了 第一个先按右键制定表单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其实可以参考了 参考这个来做 那表单的做法 我的习惯会按照一个诀窍 第一个由外而内 由左到右 反正呢 先由外 外指的是外面这个表单 做完之后再往里面做 第二个是 里面的东西呢 由左到右分别把它完成 所以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已经先 那个插入一个自定表单 第二个由 这个表单里面呢 做一些相关的设定 那哪些设定呢 第一个 我的习惯会把 这一个表单的 name 特别是要底下这个属性 可能如果你没有叫出来的话 那你记得在检视里面呢 还要再把这个属性视窗一定要叫出来 那我要把这个表单的名称做变更 它预设叫 user form 1 所以请你把它改成叫 home好了 因为我习惯给它一个 home的名称 第二的话呢 那就是把那个它的左上角 这个叫 user form 1 这个名称 怪怪的 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也许我们参考讲义里面 叫做成绩系统好了 比如说这边的话 那这个是 把一个属性叫 caption 把它改成叫成绩系统 所以这边的话呢 改一个叫成绩系统 enter 好你会发现哦 caption主要是 控制什么呢 控制这个左上角的这个名称 它是在caption 好 这样子 第二个部分 名称改一下 左上角 再来呢 底色的部分的话呢 你可以选择有个叫back color 所以特别注意啊 底下那个属性 如果暂时没有用到的 我们就先不讲了 如果你有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自己玩玩看 那个属性的名称 都是可以拿来设定这个表单外部的状态 所以属性其实就是 属性应该中文意思应该就是什么 这个东西的外观吧 它的状态 颜色啦 大小啦等等的相关讯息 也就是说里面都有 你可以去针对那 背景颜色就back color 所以点击它找到调色盘 给它一个 我这边是设定成浅绿色吧 OK 这个会不会太深了 浅一点 OK这样好了 浅绿色 OK 好 由外而内吧 外面OK了 外面设定的三个地方 所以按右键呢 先插入一个制定表单 那这个表单的名称 跟背景颜色 还有caption 三个地方呢 第一个帮我先做变更 由外而内 外已经OK了 再来里面的部分呢 我还需要做什么呢 需要给将来使用者可以填资料 所以填资料 它只需要填几个资料呢 填姓名 跟上面这三个栏位 所以我需要什么呢 在这个表单上面呢 帮我放了 总共会有 前面会有四个标签 然后后面呢 可以让使用者填的部分的话 就有四个文字方块 再加上一个按钮 其实就可以了 所以由左到右 那我们分别再来看 就是由左到右的话 那接下来就是 一样哦 特别注意 你点一下表单之后 它理论上会出现 这个叫工具箱 但如果 有的人 每次看到那个 叉叉就想要点它一下 如果不见没关系啦 请你到检视里面的那个什么 工具箱把它点进来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由左到右 所以基本上 我们会利用工具箱里面 有三个控制项 第一个控制项呢 是大A这个 这个叫标签 第二个呢 是小A小B 是文字方块 第三个会用到是一个按钮 叫做什么 命令按钮 所以哦 基本上工具箱会用到这三个东西 那待会就是由左到右 分别把它加上去就OK 那怎么做 第一个我们先用大A 点击之后拖拉 那这个其实只是在 那个输入的前面 让使用者知道说 你这个地方要输入什么 那我就先拖拉一下 第一个呢 先把它的 Caption 里面的名称改成什么了 我们跟讲义一样好了 姓名 长得像这样子 那我要怎么加那个字啊 你就打个姓名就可以了 姓名 Enter OK 我们在Caption上面 打个姓名 Enter 好 你会发现呢 字已经跑上去了 但是有个问题哦 字太小 对不对 怎么办呢 字太小的话呢 请你往下拉 它这边一样会有一个属性 叫Font Font的属性 底下就这个 在Font 但是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设定它的字的大小 它预设好像才9号字 那怎么变呢 特别注意哦 旁边有个很小的按钮 因为同学常常找不到这个按钮 因为我每次 给同学练习 奇怪 你为什么字还这么小 因为他找不到那个字大小设定 记得在那个小小的按钮上面点一下 预设9号 所以我建议大概改成16号字差不多 OK好 那再把这个大小稍微调一下 然后调缩小 背景颜色的话就被color 把它改成灰色的吧 OK 类似像 这个太灰了 这个好了 OK 好 有一点点就可以了 然后姓名做完一个之后的话 就完成第一个姓名 它可是底下还有三个吧 其实理论上 我的习惯是这样 其实你做好一个之后 底下那三个长得应该都跟姓名一样 差别只是里面的字不一样 对 所以我的习惯是copy 那copy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什么 你可以按滑鼠 再按Ctrl键 Ctrl键先按住了 然后拖拉两个三个四个 OK 而且你看哦 拖拉多么精准啊 刚刚好位置就 在应该的位置 不过如果你今天没有像我这么精准 你可能会变成这样子 有点像那个小学生排队 明明应该排在一起 他就给你乱排 怎么办 没有关系 在那个VPA里面有个功能 你选取他之后 如果呢 排头为准 向左看齐 有没有 好 那怎么看齐 第一个把它选起来 上面有个格式 有没有 对齐 主控向 左元 有没有 按下去 全部都对齐了 第二个呢 你们间距好像不一样 你不要有的近有的远 排一样嘛 怎么办呢 很简单 格式里面有个什么 应该猜也猜得出来 这应该是什么 垂直间距 设为什么呢 相等 有没有 就刚刚好了 OK 应该可以理解吧 其实上面有蛮多功能的 可以帮助你把那个表单呢 做得很漂亮 不过基本上 表单也不需要那么漂亮 也不用这么花俏 大概基本功能 主要可以满足我们呢 输入自动化的目的就可以了 确保就是你输入资料 是完全正确的 才能够被输入 不然的话 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 给人家的东西 就是回来 就惨不忍睹 反而要花更多时间处理 倒不如呢 你在让他输入之前呢 就先给他一些规范 让他遵循 反正一个罗伯尔坑 你这个地方没有输入 我就不给你过 反正你不要乱输入 你怎么输入 你就是不能过 他就会乖乖输入了 不过最好 你底下可以再放个说明 什么什么说明 不然的话 有些user 还是问题一箩筐 那当然前面你设定好规则 后面就简单了 真的 很多事情你就不用再花时间了 否则的话 你之后要花很多力气 其实就处理一些 有点像 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其实 大步 就是你干脆前面先把规范先设定好 OK 第一个 先把那个四个栏位名称 再来就更改 那个上面的名字 我其实偷懒一下 可以把这上面三个 Ctrl C 然后呢 我就直接把他先 把他的caption改一下 那我有时候会把他直接贴到这边来 然后再怎么样呢 用剪的 把前面两个剪下来 Ctrl Z 这个应该是 有面试考 所以我把这两个贴的话是贴整个 然后再把前面两个剪下来 这个后面拿掉 然后再贴一次 再把这个这个剪下来 然后呢再换这个 再把刚刚最后的贴 这个拿掉 这个拿掉 这样就OK了 等于也是用贴的啦 复制一个然后贴 贴贴 就是最下面那个先开始贴啦 然后把前面两个的东西剪下来 然后贴到第二个 那第二个再把第一个剪下来再贴到第一个去 不过可能会有空白的东西 你可能要把空白的部分拿掉 好 那我们第一个 就是先把前面的标签做完了 那这个地方我讲过啦 先由外而内 然后呢 由左到右 那右的话呢 我们特别注意就是 我们再来就是放文字方块 因为我要让使用者填资料 所以我在这边文字方块 拉一个之后的话 一样放一个 大小的话 你大概调成 大概这么大吧 你就在自己控制一下大小 然后呢 位置如果不对的话 你可以再瞧一下 如果你要跟那个 就是旁边这个标签 一样高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从左到右选取 让两个一起选取之后 用格式里面的对齐 对齐什么呢 主控向的什么呢 上缘就可以了 有没有 你可以以那个 我们的左边那个当基准 然后呢 左边那个就主控向 你可以去对齐它的上缘 OK 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 就会是比较刚刚好 符合上面一条线 那底下这边就是 再把它拖拉 有没有 按砍锁键 我是习惯复制 一个 再一个 对齐一下 OK 然后再来 感受键按住 好 基本上 不过间距不太一样 没关系 选起来 格式 垂直间距 设为相等 这样就OK了 最后的话呢 再加上一个命令按钮 把它拖拉 放开 大小 自己决定好了 命令按钮 加上去之后的话呢 把它的Caption上面 输入叫新增好了 新增 OK 然后呢 字的大小呢 把它改成16号字 这边一样 Font旁边有个小按钮 按下去 那字的颜色的话呢 我们这边 我看看 把它改成红色的字好了 所以红色字的话就是 它叫Fall Color Fall Color 指的是前景的颜色 把它改成红色的字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表单就大功告成了 应该还好吧 就是主要是设定 由外而内 表单先做完 表单有设定三个地方 再来的话 由左到右 所以先标签文字方块 再加上一个按钮 分别呢 把它的外观呢 给做一些设定 那做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表单呢 就诞生了 好 就到这边为止 应该很简单 应该顶多跟小画家 应该难度差不多啦 只是你们可能要熟悉 那个上面的属性部分 最后其实如果你要启动 它的话 很简单 上面有个执行嘛 如果你把它执行一下 它就跳出来 就长这样子了 OK 那以后如果你要执行它的话 顶多在写一行程式 增加一个按钮 按下它 它就可以被叫出来了 那你以后呢 就让使用者怎么样 哎 你以后输入资料 请你在这边输入 你不要直接 给我在以示威里面输入 这样的话以后 真的就 几乎 你以前会遇到的问题 资料上面的错误 从此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 OK 那这个当然很多同学 也把这个方法用在他们工作上 还回应的其实都还蛮好 像之前有同学是 他是什么 公外局 在公外局上班 他底下有500多个经销商 那经销商 他每一次 他是给一次的 党期经销商自行输入资料 可是回来的资料 他光要检查 那里面的错误 他就花非常多的时间 不深其扰 每次跟 经销商讲说 你输入资料 怎么样 哪些地方 怎么样输入 就是会有问题 后来呢 他就直接用这个表单的方式呢 给经销商 所以以后你就不要直接在上面输入 你就直接 给我在那个表单上面做输入就好了 后来发现哦 再也不用为了检查资料错误的问题 烦恼 也不用浪费事 后来发现哦 他时间真的减少非常多 OK 因为别人的输入错误啊 就要造成后面的人的很多很多的困扰 所以如果说你可以在前端 当他要输入的时候呢 就把他可能犯的错误呢 给挡下来的话 那后面基本上应该就比较不用再花多余的时间 去检查那些错误啦 我觉得这个是有其必要性的 哪个地方需要呢 只要你有需要让前端人员帮你输入一些资料 我觉得都有必要 就是千万不要给他们直接在ecell上面输入哦 那么асти他就不 dicho 就 Além同事的对方 另外一倍CMING 每天同事 Anytime 公为